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积极因素 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真正令人担忧的 是美国对世界和平稳定 起到的迫害性作用 美国是最大的战争制造者 美国建国240多年的历史当中 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 二战结束以来 世界上发生的武装冲突当中 由美国发起的占到约80% 美国也是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最多的国家 据报道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 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选举 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 美国还是挑动阵营对立对抗的最大源头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 对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的战争 导致超过90万人死亡 3700万人沦为难民 严重冲击欧亚大陆稳定 美国组建四边机制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对亚太安全稳定的冲击令人警惕 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好战倾向 延续一天 世界就将一天不得安宁 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好战争 美国的霸权 美国的霸权